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这身打扮成何体统啊 张仪 大良造 今日大朝 你为何如此打扮 如此打扮 有何不妥吗 周礼司服早有规制 诸侯与其臣 疲变以示朔 朝府以日式朝 身为大秦臣子 应之官变朝府 本为百官觐见 主君义政之夫事 你看看你今天什么样子 偷屋官变 蓬头散发 你眼里还有大王吗 原来大良造眼中 只有一官没有人品 如果穿戴官变朝府 就能面君义政 那这大殿上保不准 就会混进一些徒有其表 衣冠楚楚之禽兽 再者说 尊不尊君王 不在嘴上 更不在脑袋上 而是在心里 纯属无稽之谈 张仪 你这个家伙 行为放浪 言语轻狂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 但不知在大良造眼中 我张仪是什么人呢 大王到 臣贼 拜见大王 免礼 好热闹啊 整什么呢 说来让寡人听听 大王 今日大朝 好 张仪均浅无状 目无周理 举止癫狂 大王鸣谢 张仪并非癫狂 只是头痛而已 张子怎么会头痛 张仪脑袋太重 戴不得官变 戴了就会头痛 这是何道理 因为装东西太多 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 此话当真 微臣绝不敢在大王面前打筐语 张仪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益于 大秦江山社稷的筹谋 大王 张仪完全是一派胡言 张子 你可不能光迈弄口舌 寡人要的是真格 既然你说你的脑袋比别人的重 寡人信你一次 但你要把你的筹谋一一拿出来 给寡人看看 一诺无辞 好 望张子言而有信 绝不反悔 从今日起 寡人就赐你免官上朝 但你也要记住 寡人要的是你脑袋里的东西 并不是你脑袋外面的东西 谢大王 大王 大良遭 这官辩之争 本是小事一桩 你这般计较 何苦呢 今日早朝 众卿有何事要做 禀大王微臣有事要做 这几日想必大王早有耳闻 朝廷上下非短流长 众人关注大秦社稷天下 纷纷议论大王应该适时立下太子 张子的话有理 立四乃国之根本 大王 臣复义 张子所言 也有道理 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 臣以为 数公子中 以公子迎华圣人一筹 不许 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 财思敏捷厚德在务 又有军功在身 再加上 在大王的调教之下 百经历练 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 众爱卿 对此有何看法 大王 臣以为 大良遭之言切中要害 公子华文韬武略 的确不二人选 论人品 才华 公子华初类拔萃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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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你们都是重口一词了 非也非也 并非重口一词 微臣方才没把话说完 那些劝大王早早立太子之说 纯属信口开河 胡扯八道 张仪 你为何出尔反尔 大王明鉴 微臣方才话没说完就被他们抢去了 在下的意思是 眼下大秦开疆拓土正值佣人之计 过早立处 容易让公子们滋生懈怠之心 不肯再立军功 再者 大王正值春秋顶上 王后还未生嫡子 等王后生了嫡子 再亦不迟吗 大王 臣赞同张子之言 过早立处 若将来王后生下嫡子 则二子之间何以相处 先王后也无子嗣 有无嫡子权赖天意 就算王后没有嫡子 也有更充分的时间 让大王将诸位年长之公子 多做比较 那些朝廷上下 鼓噪早立太子之人 说轻了是别有用心 说中了是诅咒大王 望大王千万不要被他们蛊惑 张仪 你是一个无耻小人 臣以为张子之言虽然激烈 但的确有可取之处 既然立处为国之根本 大王还要严谨考量 给朱公子更多历练机会 慎重而行 大王 立四之事事关江山社稷 臣以为已早不已迟 大王 立太子又不是赶集卖货 没有早安 只有时机豪坏而已 张仪 你翘蛇如簧 颠倒黑白 大良造 你貌似攻心 口是心非 你 我怎么 好了好了 不要再争了 你们都是寡人的公骨之臣 大良造用心良苦 张子也是担心节律 若此事便为你们的义己之争 反而伤了众倾间的和气 寡人心里有数 立四之事就不要再提了 大王贤民 姐姐 你找我 妹妹 快 来 妹妹 那五千金果然有效 恭喜姐姐 我听说张仪可把那个公孙衍气坏了 公孙衍下朝后对她的手下说 在秦国有她没张仪 有张仪便没有她 公孙衍恨死了张仪又有何用 那是大王做的决断 珍珠 王后有何吩咐 你去前面找穆坚 就问大王今日会去哪里 让穆坚转告大王 就说我亲手做了楚国的菜肴 想让大王来品尝 是 戴帽姑姑 你再去准备一份后礼 是 妹妹 你代我再谢谢张仪 是 妹妹 其实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 你别往慧院去了 以后跟我住一块儿吧 姐姐的好意 我本不应该拒绝 但姐姐知道 我有一个幼帝同住 实在不方便住进来 有什么关系 让她也跪来一起住好了 听人说男孩子养气肿 容易让女人还上儿子 这个张仪真是太该死了 竟然坏了姐姐大事 是我小看了她 她竟敢拿着姐姐的绘金 还反过来咬姐姐 她竟然敢这么做 就说明她有事无 可她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卿 连大良造都败在她手上 今后你我不得不提防她了 绝不能这么轻饶了她 一定要好好想个法子 教训她一下 暂时还不能公开得罪她 为什么呀 张仪此人心术不正 除了艾才 还寄予大良造之位 所以不管大良造说些什么 她都要反对 但是此人蛇变无双 得罪了后患无穷 那不是叫人吃了亏 还不能抱怨吗 抱怨无用 要能使她为我所用才好 怎么说 我在想 她既然能坏了我华儿的大事 说不定 说不定有一日也能成就我华儿之事 夫人 公子来了 华儿 华儿 拜见母亲 卫少使 华儿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随司马将军进宫秉侍 顺便来看看母亲 快让我看看 华儿 你怎么好像瘦了 孩儿结实得很 你可听说 前一阵子 宫中一伦立太子的事 大家都看好你 若不是大王 听信了张仪的谗言 孩儿听说了 既然父王并不想即刻救离太子 母亲何苦要强求 可是论军功 论才华 这宫中无人能与你比肩 那母亲更不用焦急 让孩儿用军功说话 姐姐 公子说的有些道理 有一日 公子若拿下总统领左庶长 以此之名统兵打仗 而大王欺余诸子不安兵事 姐姐你说 大王会考虑立谁为次 可是一拖再拖 万一 王后生下嫡子 皇口小儿 怎能与国家栋梁相比 来 华儿 跟母亲好好说说话 怎么 张子早知会有今日 张一做事自然要走一步看三步 会不会眼前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也是您一人操纵 那倒不是 开始是魏夫人想要我游说大王立太子 我本无此意 可后来听说他向朝中多位重臣 一一送礼 更有那公孙衍想拿我当枪使 我张一岂能任人摆布 那魏夫人真是自作聪明 若是人人都求道 人人都答应帮忙 那若是不成功 岂不是人人都没有责任 没错 我张一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 却也会分寸计较 我跟公孙衍不合 他想把我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玩得动吗 其实 王后就是不求你 你也要把此事搅黄 对吗 敢问芈月 如今这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 大争之事 人人皆有争心 不争则亡 说得好 话说回来后宫之争本于无 无关 张子是侧氏 要的是立足朝堂 纵横列国 不错 但后宫之事如果建制前朝 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所以张子不是收礼办事 你是在戒礼生事 知我者 芈月也